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爱你们的迷迈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经典系列科幻片《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 卢克天行者不见踪影,在它消失期间,由帝国残余势力斯诺克组成的邪恶第一秩序已然崛起 是要除掉最后一个绝地武士,在共和国的鼎立支持下 利亚领导这一个勇敢的抵抗组织,不顾一切地想要找到哥哥卢克 恢复银河系的和平与公正,同时他已派出最优秀的飞行员波前往甲库行球 从盟友手中获得卢克的线索,同时第一秩序的军队也闻声来到了甲库 波近撞立刻将藏有卢克线索的地图藏在了机器人小巴身上,并命令他赶紧离开 自己则被斯诺克的徒弟轮抓起来,带回了基地,轮通过原力得知了地图的下落 机器人小巴在逃亡的路上被少女雷伊救下,于是他就把自己卖了 跟着雷伊一起回了家,真是太随便了 没想到的是,第一秩序的一个冲锋兵小黑,突然恢复了自我意识 救出了波并且偷了飞船想离开,却不幸被第一秩序的攻击击落,追向了甲库行 小黑醒来后不见波的踪影,前去飞船查看情况,却只找到了波的一件夹克 随后飞船就消失在了这片土地上,他穿上波的夹克走到了一个集市 却被雷伊料到,原来是小巴告诉雷伊,小黑偷了他主人的外套 小黑只好将前因后果解释了一遍,还告诉雷伊,小巴身上有卢克的线索 这样罗伊误以为小巴是抵抗组织的成员 心机的小黑没有否认,很快第一秩序的冲锋兵就找到了他们 他们只能乘坐破旧的飞船,摆脱攻击,又被太空中的货船吸了进去 遇到索罗,将一切都告诉了他 不料索罗的寨主刚好上门,发现他藏着第一秩序悬赏的机器人 双方在货船上展开大战 索罗趁机带着众人开着自己心爱的飞船离开 看到了小巴身上的那幅不完成的地图 并且告诉了众人,卢克失踪的原因是 他培养了一批新的绝地武士 而其中一个最优秀的却背叛了他,投靠了黑暗面 这个人就是利亚和索罗的尔兹伦 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选择了消失 说完便带着众人潜去寻找一艘全新的飞船 好送小巴去抵抗组织 没想到雷伊却在这里感受到了卢克光剑的召唤 没有得到地图的第一秩序领袖斯诺克非常生气 下令启用升级版死星 世星者摧毁新共和国 抵抗组织失去了强大的后盾将不堪一击 耀眼的红光从世星者喷涌而出 新共和国瞬间在宇宙中消失 同时索罗等人所在的星球也被第一秩序攻击 幸好抵抗组织及时赶到救援 但雷伊还是很不幸的被轮抓走 抵抗组织的众人分析了世星者的构造 只需摧毁他的震荡器 应该就能毁掉整个星球 于是索罗决定带着小黑前往关闭世星者的保护罩 让抵抗组织去毁掉震荡器 任务进行的很顺利 他们也成功的与利用原力出逃的雷伊会合 但是抵抗组织却失败了 而世星者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抵抗军基地 索罗当机决定 在世星者内部安装炸药 炸掉震荡器 却没想到遇到了儿子伦 本想利用父子情深唤醒透深黑暗的儿子 反被他一见捅死 众人立刻引爆炸弹 抵抗军顺势摧毁了世星者的震荡器 而逃跑的小黑和雷伊却遭到了伦的堵截 小黑被撂倒在地 雷伊也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被退到了悬崖边缘 关键时刻 雷伊感受到了原力 绝地反击打倒了伦 带着小黑乘坐抵抗军的救援飞船离开 世星者在茫茫宇宙中爆炸 正义再次生出 同时抵抗基地沉睡的儿兔机器人一苏醒了 打开了自己身上藏着的关于卢克的线索 成功地与小巴山上的地图拼凑在一起 雷伊根据线索在一个孤岛上找到了卢克 拿着他留下的光剑 站在了他的面前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回顾经典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的下科幻内 小西家了